做了20年深圳本土的月食烧烤 就连深圳本地人都爱吃的一家烧烤 还在城中村里面没有本地吃货老头带路啊 真找不到 还不到夜宵点的时候基本做马人了 类似青巴的环境氛围感很粗 夜宵路窜的好去处 所以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里面有海鲜池食材新鲜看得见 翻看餐牌的时候让我觉得他们家烧烤的品类还挺丰富的 属于月食烧烤在价格方面属于中等的水平 这家店值得品尝的烧烤还蛮多的 食材够新鲜 都是现点现烤 做法地道 广式烧烤会刷蜜糖 干湿并重 吃起来不会太干 在火候的把控方面恰到好处 既能品尝烧烤的烟火器 又能体现食材的本味 大块新鲜的精选排骨断 事先经过腌制处理 所以很入味 表面刷了适量的蜜汁和辣椒粉 吃起来表面有种焦脆的感觉 但是里面的肉汁是粉嫩的 烤鲍鱼 每一个鲍鱼都硕大饱满新鲜 月食烧烤对食材新鲜度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它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底线 鲍鱼本身的鲜美弹爽能明显吃得出来 上背的个头也挺大的 两个就占了一整个盘子 蒜油小米辣香葱粉丝烤 原背肉大颗厚食鲜美弹爽 能看到这里所使用食材的品质真的挺讲究的 原背的个头每一个都硕大饱满 搭配是否这样子的粉丝 那更是一绝 快赶上我手掌那么大的生蚝 而且每一个都足够大 蒜油酱调得很香 生蚝吃起来鲜嫩肥美多汁 非常过瘾 海鲜烧烤 食材一定要足够新鲜 朋友们能直观清楚地看到它这生蚝的新鲜度非常新鲜 烤鰂鱼是他们家的必点招牌之一 鰂鱼肉切得很大一串 关键是它烤得特别好 表皮的口感是焦脆的 而里面的肉汁有种入口之化的感觉 肉汁鲜美 鱼肉汁在嘴里融化 特别香 蜜汁烤鸡翅也是他们家的招牌之一 属于店里面的爆款是每桌必点的 刷了桂花蜜汁来烤的表面金黄酥脆 颜度刚好 饮约散发出来的桂花香气很香 丰好炒米粉就是他们店里面的爆款 米粉炒的油光发亮锅气十足 配料丰富 吃起来不油腻 爽口 海鲜等各种食材的味道深入米粉里面吃起来很香 做法地道 羊肉串是用红木柳来串来烤的 而用的是肥瘦混合的羊肉 三味不会太重 饱含肉汁 挺好吃的 另外他们家的烤牛筋 烤嫩肉做的也很不错 牛筋吃起来Q弹有嚼劲 很香 嫩肉吃起来口感不彩 但是我觉得一般般 另外他们这里还有市纸牛杂 不是专门做牛杂的 但是味道做的也不错 建议搭配清凉的逐测毛根水 或者酸甜解腻的反骨水 确实是一间值得品尝的老牌烧烤店 大家不妨过来尝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